相信大家都會認同 AI將會是科技發展的大趨勢 不論短期如何加息 經濟多差也好 這個進程都不會停下來 甚至乎你看看連中美近年的鬥爭 主要都是圍繞著高科技的領域 因此哪一個掌控了科技 哪一個就是未來的霸主 而投資AI也等於投資未來 如果大家想找AI領域最有潛力的公司 你一定不可以不知道NVIDIA 這間公司生產的GPU 除了可以用來打機、挖礦 對於未來雲計算、智能駕駛 以及元宇宙的發展 GPU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件 而NVIDIA就是生產GPU的超級龍頭 NVIDIA的股價在2019年到2021年 短短兩年之間 由30多元升到最高的346元 升幅高達10倍 在去年11月見頂之後 股價又隨著近期的大跌市 腰斬了超過一半 到底什麼是GPU呢? GPU在不同的科技領域中 發揮著什麼作用呢? NVIDIA的股價最近為什麼會大跌呢? 大跌過後還有沒有投資價值呢? 今集的內容我會極速為大家一一拆解 我們先簡單了解一下NVIDIA的發展歷史 它是成立於1993年 由於當時電腦中的CPU已經被Intel AMD等公司壟斷了市場 於是NVIDIA就另辟一條途徑 轉去製造GPU GPU即是Graphic Processing Unit 是專門處理圖像的芯片 簡單來說 就是要令畫面越來越漂亮 如果大家有打開機的話 都知道GPU是可以大大提升畫質 以及流暢度的 就算你平時看片的時候 畫質都會英俊很多 打機永遠都是人類娛樂的需求 而能打機的人都會希望畫面越來越逼真 這樣就可以更加投入到遊戲之中 因此GPU就成為了機迷的必需品 後來當加密貨幣開始興起 挖礦這個行業也開始出現 什麼是挖礦呢? 簡單來說 挖礦就是要透過電腦 鬥快去解答一堆複雜的數學題 最快答對那個 就會獲得相應的加密貨幣作為獎勵 因此對於礦工來說 如果要贏得獎勵 他的電腦就一定要有極快的運算力 才可以贏到這條搶答題 起初礦工其實都是用CPU來運算的 後來聰明的人類開始發現 原來利用GPU的話 運算的速度是更加快的 於是大家就開始轉用GPU來挖礦了 每當加密貨幣大牛市的時候 GPU都會供不應投 它的價格甚至乎會被炒起 NVIDIA作為生產GPU的龍頭企業 無緣無故又受惠了加密貨幣 挖礦帶來的一個新需求 亦都令到它無意之中 成為了一隻加密貨幣的概念股 大家從圖表上可以看到 過去五年 比特幣的走勢和NVIDIA的股價都是非常關聯的 原因正正也是 近幾年GPU的銷售 和加密貨幣滑礦需求高度掛勾 當幣市狂升的時候 由於回報越來越高 很多人都會加大它們挖礦的產能 買入更多的GPU 就會推升NVIDIA的銷售額 相反當幣市狂跌的話 礦場就會停機 甚至乎將礦機倒賣出街 市場上就會出現了很多二手GPU 拖累了NVIDIA一手市場的銷售表現 大家都知道 最近加密貨幣市場大跌 比特幣的價格甚至乎跌穿了礦工的滑礦成本 因此對於NVIDIA未來兩個季度的銷量 其實是會有一定的影響 管理層在第一季度業績的時候已經說了 預計第二季度的銷售 銷售會有2%左右的下跌 而我個人相信下跌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滑礦的需求大減 你可能都會覺得 幣價跌到這樣 這麼多的礦場都停機 這樣才影響銷售2%? 好像不是很多 其實你說得對 銷售未至於大幅下跌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還有一個板塊頂住 這個板塊就是數據中心 NVIDIA除了遊戲加滑礦業務之外 另一個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數據中心 由於它擁有領先的GPU技術 可以提供高性能的計算服務 給一些雲服務的營運商 例如Amazon的AWS Google Cloud Microsoft for sure 阿里雲等等 而最近幾年 雲服務市場的增長又開始加速 因此可以帶動NVIDIA 在數據中心板塊的一個收入 現時遊戲加數據中心兩大業務板塊 其實已經貢獻了NVIDIA 接近90%的一個收入 遊戲那邊因為滑礦的需求減弱 面臨一個倒退 但是數據中心這邊的增長 又剛剛好可以遮蓋到 它在遊戲方面的一個倒退 所以下季度的整體收入預期 也只是下跌2% 既然收入其實也沒有大跌 為什麼最近股價反而有暴跌呢? 如果簡單用人話去解釋的話 就是之前炒貴了 我不是想說廢話 也不是想事後恐明 聽下去你就會明白 一家公司股價大跌 其實通常都不外乎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盈利倒退 第二個就是殺股值 既然NVIDIA盈利沒有什麼倒退 股價大跌的原因很明顯就是殺股值 股價的構成 如果很簡單去理解 就是每股盈利去乘回市盈率 當一間公司在市場環境刺激的時候 又見你每年都有四五成的增長 市場很自然就會給你50倍PE 但是現時我們面臨的是 美聯儲加息 美元轉強 美債無風險利率都已經上升到3厘以上 市場對於風險追逐的興趣就會大減 而且根據discount cash flow model 當discount率上升 市場自然也不會再給那麼高的PE 股價自然會大跌 假如之前你是一年賺一元 息口很低 又有很好的增長 市場肯給50倍PE給你的話 這個股價就是50元 但是現時利率上升 大家都去避險 市場現在只肯給25倍PE 在盈利不變的情況下 股值就會被殺一半 剩下25元 我說他之前炒貴的原因 就是因為以去年的盈利計算 當時PE是曾經炒到超過100倍 在現時 discount率普遍上升的情況下 雖然盈利沒有倒退 但市場已經不再肯給那麼高的倍數 股價由高位346元回落到現在160元左右 去年盈利的PE也相應回落到42倍左右 這就是之前炒貴了 然後殺股值的一個例子 當大家知道了 遊戲板塊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表現都可能是一般 而數據中心增長的數字 都只是用來避充遊戲板塊的倒退 即是主要收入來源都不會有重大增長 而且現在市場仍處於殺股值的階段 NVIDIA的PE是不是要殺到極低呢? 未必的 雖然遊戲和數據中心 目前收入佔比很高 但是NVIDIA還有一些業務 在未來幾年將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它們就是智能駕駛以及元宇宙 大家都知道最近兩年電動車的銷量就開始放涼了 全球電動車銷售的滲透率 由2011年0.1%上升到2021年超過4% 中國自從2021年5月之後 電動車的銷售佔比更是從10%急增到30% 根據IDC的報告 全球有自動駕駛功能的汽車 將由2020年的2,773萬部增加到2025年的6,332萬部 5年的複合增長率是17.8% 而且這個增速在未來會繼續加速 到2025年的時候 自動駕駛相關的市場總額 將會達到781億美金 5年的複合增長率是35.8% 電動車現在鬥的是硬件 但是正如智能手機 早期鬥完硬件之後 將來必定會變成軟件之爭 也就是智能駕駛和其他智能應用 智能駕駛有很多細分的領域 包括攝像頭、雷達、高精密地圖 AI芯片以及決策軟件等等 當中AI芯片和決策軟件的市場規模是最大的 而NVIDIA也已經有一連串的部署 去搶佔AI芯片這個市場 目前NVIDIA的汽車芯片 Top30的車企中有20間已經是它的客戶 而股這層也明示了未來汽車芯片的業務 將會與遊戲以及數據中心 並列為NVIDIA的三大支柱 潛在的市場將達到3000億美金 至於元宇宙的領域 NVIDIA專業視像業務當中的OMNIVERSE 已經是著力打造一個虛擬化、迫真化 以及情感化的仿真平台 其應用已經被建築、工程、設計 以及醫療等領域的公司在採納 包括大家熟悉的BMW、愛納信、西門寺等等 現時全球科網巨頭都著力於發展元宇宙 前身Facebook的Mecta更近乎all in 未來幾年將會投入幾百億美金在這個版塊中 在這個科技的大浪潮之中 NVIDIA勢必又會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成為未來科技的必需品 縱觀智能駕駛和元宇宙的領域 雖然目前仍然處於一個很早期的階段 對NVIDIA的盈利貢獻 暫時仍然是非常微薄的 但投資科技股除了要看現時的盤數之外 有時Project未來的發展是更重要的 科技的東西一天千里 幾年前電動車仍然處於一片質疑的聲音當中 但當大家看到它變為現實的時候 通常股價都已經跳高了十級 因此未來兩三年 大家也要更加關注NVIDIA在智能駕駛 以及元宇宙領域的發展 至於短期業績方面 個人預計今年之內都不會有什麼重大突破 甚至乎會有些持續下行的壓力 畢竟幣市經歷完熊市之後 根據歷史復甦都要等一年半載 而遊戲的GPU也可能會受到環球經濟放緩 電子品需求減弱而拖累 假如數據中心的增長 不能夠完全遮蓋遊戲業務的放緩 業績短期內都會有一個下限的壓力 看完今集的內容 大家大概了解了NVIDIA主要的收入 近期是承受壓力的 但未來智能駕駛和元宇宙的領域是有憧憬的 而在殺估值這個大環境下 到底現在的估值是處於過去五年平均的一個什麼水平呢? 除了計數之外 我們又可以怎樣利用費成半導體指數、半導體銷售的數據 來預測NVIDIA的銷售低點以及股價的轉勢時機呢? 假如殺估值這個浪潮持續 NVIDIA的極限值又可以去到多便宜呢? 以上所有的分析我都在Patreon之中極詳細的列明了 在金融人VIP的Patreon中 我會覆蓋不同港股、美股以及加密貨幣 為大家搜羅不同板塊的專業資訊 不同公司的財務數據分析 估值模型教學 以及加密貨幣市場的分析技巧 務求是要令到大家 除了可以學習到不同的專業知識之外 亦可以幫到大家節省時間 用最短的時間接收到最多最需要知道的資訊 以及學習到最需要學習的分析技巧 講人話、無廢話是我的頻道宗旨 YouTube是,Patreon也是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透過下方的連結了解一下 喜歡我內容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幫我CLS 留言、讚好和分享 幫我告訴YouTube演算法知道我的內容是有價值的 你的支持永遠是我持續更新的原動力 我們下次再見,Cheers!